最近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行李要返乡过年 也提醒大家建议准备一些保暖的衣物 因为这几天可能又要变得更冷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的温度曲线图 可以看到今天的温度其实还算是偏低的一个状况 后续几天虽然会稍微回暖一点点 但是这个幅度都不算是太大 那么如果到了23号的时候 则是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大降温 温度有可能会下降到7度左右 时间点有可能则是在24号左右 那么因此台湾台风联盟 他们就在脸书上面提醒大家 如果根据欧洲模式来做模拟的话 大概初二的晚间的时候 台北就有可能会出现下探7度的超低温 那么一直到初三开始 则是会像这个样子冷冻番暑的情况 重新又出现了 那么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 他也提到要提醒大家的是 注意初二初三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 含流出现 不过他也提到 其实温度造成的人体不是呢 不只是温度低了多少 温差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容易会有血压或是心血管 相关的问题出现 也提醒大家 周末这几天呢 其实这个冷温度下降要特别注意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